大家好,我是老黄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视频 主要是说英国的内政部大臣帕特尔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要对英国的政治庇护的政策做改革 要做一个调整 那个视频发了以后 有一些网友给我发邮件 他们想让我谈一谈有没有再具体的 因为我在那个视频里面 最主要的变化是 英国政府可能要对那些通过合法途径 进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和通过非法途径进来的人要加以区别 但是具体的细节我在里面没有提到 当时也不是太清楚 现在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目前有一些事情进一步的明朗化了 首先第一个对大家来说应该算是好消息的 那就是说如果进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成功了 就是批准你是正式难民 将来会给永久居留 也就是不是像以前那样 以前是批准了给五年 五年居留以后满了以后 再那个申请永久居留 在这个申请永久居留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还要对你的国家的情况进一个调查 就进行一个调查 看看你所当年申请政治庇护的那个情况 还存不存在了 或者你的国内的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 是不是可以送你回去 但是现在呢 他就是说 如果你政治避难批准了在英国 当然他这里是指 如果你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英国 申请政治庇护批准了 他给你永久居留 一次性的 就不存在五年以后再去申请永久居留 这一点呢 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呢 也谈不上是特别大的变化 因为英国大概在几十年前吧 将近二十年前 当时呢 申请政治庇护呢 就是不管你是合法的 还是非法入境的 都是直接给永久居留 后来呢 这个政策改了 给了五年居留 现在实际上 他就是把它又改回来 但是呢 他加上了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是要合法入境的 这是一个消息 然后呢 我再看到还有第二个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是通过非法途径 进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可能在一些方面都会受到限制 那目前具体的细节还不太清楚 比如说在上诉啊等等的 这些那个权力方面可能会有一点限制 但是呢 到底有多少限制 目前因为这个政策还没有正式实施 所以现在还不太清楚 但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这是第二点 有明朗化的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说 那个英国政府呢 对那些来自于战争国家的 比如说阿富汗啊 叙利亚等等的这些国家的 他们将优先考虑 包括家庭儿童 对来自于欧洲国家 就是有些人 他是通过欧洲安全国家 再转入到英国来申请政治庇护的 这些人呢 就要把他往后排一排了 换句话说 你在英吉利海峡对面 那个法国的那个摊头上 有很多人在那里扎营安债 他们就想寻找机会到英国来 因为他们喜欢英国 那么将来呢 对这些人可能就有一些区别 因为你在法国 法国就是一个安全国家 你又要从法国再偷渡到英国来 所以他们将会给一些其他的待遇 也就是说待遇会差一些 这是一个要变化的政策 然后下面一个 就是说大致上 有六点 请大家注意 好不好 因为这一次改革呢 有六点 我希望大家 但实际上和中国人有关的 大概也就是两三个 总的第一个六点 第一点 也就是说将来呢 申请政治庇护 如果移民局拒绝你了以后 上法庭 上诉庭 也就是说 速度会快 他又启动了一个叫Fast Track 然后又叫Fast Track 什么意思呢 就是快速通道 就这么个意思 以前呢 一直有这个 后来被人权组织的挑战 那个给推翻了 但是呢 他遮遮掩掩的还在搞这些 就是说 在上诉的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要加快速度 要杜绝那些 无休止的上诉 主要是为了这个 就是说 尽快的可能把你遣送回去 但是 有些国家 是非常难遣送的 这里比如说中国 就不是那么容易遣送 这个 我们以后再谈吧 就第一个 他们要加快法庭上的速度 第二个 就是 法官呢 将被告知 也就是说 法官在审查证据的时候呢 政府呢 要通知他们 就是对那些事后才提出来的证据 应该给予比较 那个不是特别重视的那种考虑 也就是说 他这个重量度呢 应该减轻到最低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申请政治庇护 在移民局做出决定之前 你提出的证据 那个法官应该重点考虑这些证据 当你被移民局拒绝了以后 你再到国内去搞一些什么证据来 然后在法庭上递交给法官 这个证据 当然你可以作为证据 一些特殊情况 因为什么邮局的问题 或者种种的特殊情况 法官对那些事后才提出来的证据 应该给予比较轻的考虑 不应该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 这是一点区别 然后呢 第三点呢 就是说 英国的边境警察 或者边境的这些移民官 将会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利 就是说 可以直接进入集装箱去搜查 第四点 就是说 他们要对家庭团聚 就是在英国难民批准了以后 允许你把中国的配偶 丈夫 或者老婆 和未成年的孩子 接到英国来 这个呢 可能会再给优惠一些 就是提供方便 到底怎么个方便也不太清楚 现在还没说到那一点上 然后呢 第五点 就是说 外国罪犯 不能够给他们机会 通过英国的这个法律渠道 无休止地在这里上诉上诉 被避免遣送自己的国家 换句话说 对那些外国人 在英国犯罪的人呢 要杜绝他们利用英国的法律系统的漏洞 就是无休止地上诉 就是说要早点把他们送回去 然后第六点 就是 对舌头 他这里说的是人犯子 人犯子的法律的这个判刑的刑期最高 将提到无期徒刑 就是说要严厉打击 我这里说了这几点 好 现在呢我就说一下 那个 大家呢 如果申请政治庇护呢 那你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将来如果你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以下几点你要注意三点 第一 你要通过最好通过合法途径 也就是拿到签证 比如说旅游签证啊 商业考察签证啊等等的 合法的入境 申请政治庇护 在合法的逗留期申请政治庇护 一般进来他都给你六个月的时间 你待在英国是合法的 在这个期内 你申请政治庇护 尽量的能够达到这一点 而不要通过那些非法渠道 通过海上啊 集装箱啊 或者拿着假护照啊 等等的这些非法途径 尽量避免 这一点当然了 你如果进来了 你仍然是可以申请的 但是呢 你所接受到的待遇可能会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大家要注意 第二点也就是说 你在申请政治庇护 你如果有材料啊 有那个证据 什么通缉令逮捕令啊 或者网络发表的文章等等 视频啊 信件啊 证词啊 等等的这些 你在申请政治庇护之前 最好能够梳理好 考虑清楚 最好能够有一个有经验的 比较好的律师事务所 能够把你这个证据问题 有些人会出出问题啊 他拿出来了证据 如果他没弄好的话啊 反而会害了他 因为会有漏洞出来 时间地点人物啊 包括一些事情的说法啊 这一点呢 就是说事先要做好准备 然后呢 这些证据呢 最好是在移民局大面市之前啊 包括中英文翻译都翻译好啊 然后递交给移民官 而不是啊 在大面市拒绝了以后 再到家里去弄一些证据来啊 那样当然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分量就很轻了 所以尽量的在前面 把该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 然后最后啊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第三点 如果你现在已经申请政治庇护了 你不要急 不要去催 我今天又收到一个人电话 说啊 我去年报了已经一年了 还没有大面市 急 他就想早一点来个大面市 给他批准 但是 你们都应该知道 申请政治避难 在移民局这个关口 由他们批准 只有17% 或者20% 大部分都是在法庭上的 那你现在就去催他 催他肯定就是自杀 基本上 我可以说我做了那么多年的案子 凡是去催的 没有一个催下来的 都是被拒绝 然后上法庭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说你不要去催 因为移民局现在要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 我刚才已经谈了一些细节 这些细节到底什么时候实施 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是6月份 还是7月份 还是5月份 还是今年年底 现在不知道 那么你现在去催他干什么 如果你现在去催了 下个月他给你拒绝了 或者他甚至你运气好批准你了 但是在他实施这个改革之前批准你 你拿的还是5年居留 你拿不到永久居留 所以呢在情况未明了之前 不要去催 等到他的这个政策实施了以后 万一你移民局直接批了 那你拿到的就是永久居留了 另外呢有一些呢 因为现在这个改革呢实际上是 在某些方面它是卡紧了 那么你就不要去催 因为你现在已经进入英国了 而卡紧的那部分 实际上呢 对你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所以呢 你们不要催 现在呢就静等 看他有什么变化 这一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